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台双屏OBT 激光加激光加边电波拉皮的一个安装视频 一级的安装 那么首先这个一级拿到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七颗螺丝 那么七颗螺丝的话 这里四颗是装激光的 激光的一个铝挂架 这个装是装边电波拉皮的挂架 这一个的话是装OBT枪的挂架 那么装好挂架之后 我们来开始装这些配件 首先是这个踏脚 我们看一下这个踏脚 踏脚这里有一个插桶 注意这个插桶上面有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对着上面 留好螺模 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装这个冰电波拉皮 装冰电波拉皮的时候 注意这里有三个O型圈 一定要有 没有的话就会漏水或者漏气 装的时候对着这个孔 然后一装插到位置之后 一定把它扭一下 一定把它扭一下 把它扭紧 一定把它扭紧 往右手边扭紧 这个仪器正面的右手边 装的时候 这里有两个蓝色按钮 可以按下去 这是卡口 把它仪器往下往上 这样子来回两下 就可以考到位 注意这个蓝色的按键这里 一定是平均这个面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装 OPT的这把枪 OPT枪的装法跟激光是一样的 来回两下 把它卡紧 装好之后 这里是钥匙开关 这里是极定开关 极定开关往下打 是仪器锻炼 往右扭松开 是仪器工作 好 装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回过头 看这个 冰裂波拉比的头的一个更换 这个是 一个30的头 更换的时候 把这里扭开 扭开之后 更换另外一个头 安装的时候 注意这个擦片 对好 对在这个中间 对好 然后扭上就可以了 我们总共会配置 三个这个头 一定要扭紧到位 扭紧到位 这上面这里是一个 启动的一个按键开关 拨片这里 OPT枪的拨片 同时也注意 这里的拨片 这里有四个缺口 缺口一定是朝上面的 擦好 然后轻轻的 拨动它 看是不是松的 如果是松的 就不行 我们一定要把它擦紧 我们这里呢 现在是装激光枪 激光枪的话 我们把这个激光枪头 我们也是有三个激光枪头 把它从这里扭上去 扭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里面脏不脏 如果是脏的话 要擦拭干净 把它扭紧 每次在使用的时候 你要更换的时候 你再扭开 然后我们注意一个小细节 就是说每个头上面都有字的 这个是1064 1064 现在仪器 我们把这些配件装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面的左手边 这里 这里有三个 这个标志 这个是浸水口 我们是拿了漏斗 在这里加水的 这个是溢水口 我们在加水的时候 把这个溢水口的帽子 要扭开 然后从这里加水进去 加水的时候是加纯净水 或者是蒸溜水 大概是五升左右 这个是排水口 当我们的水要更换的时候 或者是说 你水要放的时候 然后就把这里扭开 那么呢 水就从这里流出来 我们要注意 这里面是有一个胶圈的 如果是胶缠没有了 这里就会漏水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保护好 好 我们加完水了之后 这里有一个 因为仪器第一次在使用的时候 要注意 你把水浇完就把这些口子 全部都扭上 扭上之后 我们仪器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枪平铺在地上 枪平铺在地上 作用是 就是让它的水神环加速 水神环加速 因为那个水箱里面有空气 我们这样可以促使它的空气 尽快地排出 如果是说这个方法还不行的时候 如果是说在操作的时候 正面的空气没有排完的时候 那么其他情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里打开 可以打开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处理 好 我们水装好了之后 仪器枪全部都处理完了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来开始准备工作 那么呢 注意这个界面 这下面这一个是独立控制这个激光的界面 独立控制这个激光的界面 上面这一个界面 是由独立控制这个激光的 激光的这个单独的界面 那么在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注意 下面的一个视频啊 里面的一个仪器的操作 规控制isco